高雄市长韩国瑜一上任就碰上了市府108年度总预算案可能被退回重编的挑战 市议会民进党团认为重编预算是完全执政的责任 不过市府认为总预算已经完成了一读 为了降低年度执行预算的压力 希望议会能够赶快召开临时会 让总预算案顺利完成三读 来推动各项建设保障全体市民的权益 根据高雄市政府主寄处资料 108年度总预算岁入编列1270亿 岁出为1335亿 短差的65亿连同债务还本的37亿 合计还要透过融资调度约102亿达到米平 这些都是要推动高雄市各项建设的重要经费 希望提出退回预算从编的市议会民进党团 能够体谅支持总预算案 新年度马上开始 那我们很多市政建设 还有社会福利 市民的福利事项都要急迫地去推动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108年度的预算 能够尽速通过 李副市长还有洪副市长 也有带领我们财主单位 到议会那边跟议长来协调沟通 是不是希望能够尽快下个月 能够进入召开临时大会 市府为了让总预算案能够顺利通过 特别有两位副市长出面到议会沟通 希望议长许昆源能够帮忙 尽快邀请党团协商召开临时会 完成二三读程序 支持年度总预算案 那在上个会期已经进入一读完成了 完成这个一读的程序 那紧接着就是会依照程序的话 会进入二三读的程序 那个部分的话 这个部分其实为了保障市民的权益 然后完成这个总预算的三读程序 然后以利我们来推动市政 依据现在的时程来说已经非常非常的紧急 时间这么短的情况之下 如果要重新再审核预算 一定会影响到整个预算的执行 那么为了整个全高雄市民大家的福祉 为了不让这个预算受到延宕 万一过了农历年 这些预算没有办法和被通过的话 将会造成很严重的预算执行的问题 所以基于这样的考量 那我们先不会做再重回预算 重审这样的规划 据了解市府108年度总预算 在上一届最后一次定期会 已经完成一读交付委员会 依据规则 除非由市府主动提出要抽回重编 议会将不会在新会期中退回预算 如果市议会党团兼协商顺利 估计临时会最快渴望在明年一月中旬召开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